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0月3日 星期日 這一節我們要回到很久沒有講過的地方 這個就叫做美國 最近美國出現了一個令人覺得很驚人的民調結果 民調結果 顯示美國的撕裂相當之嚴重 美國的民主和共和兩黨的分歧 是越來越 太大了 那麼 一半的特朗普支持者就是開始支持 那些可能是共和黨控制的州份 就是要脫離這個聯邦政府 又或者 倒轉了 就是民主黨的政府 脫離現在的聯邦政府 換句話說 這個 特朗普 的陣營 在上一次的選舉 其實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 到底背後那個 黑暗是如何運作 所以 真的會 對公義有要求的人 是沒有可能會容許一件那麼黑暗的事件發生 所以換句話說 現在大家可以說得上國不相讓 尤其是 美國的民主黨和一大堆是左膠 還有賀錦麗 賀錦麗最近才出事 他 去學校跟學生溝通 有一個學生就說 以色列對著巴勒斯坦 是種族大屠殺 賀錦麗作為副總統就說 你說得對 很高興你說出來 這件事就已經 使得以色列本來這個美國重要的盟友 就已經徹底著燈了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現在這一群 以拜登政府為首的白人 左膠 他們已經到了一個 揭屍底利的地步 現在 美國 有很多人已經對著他們 不能夠再隱讓 換句話說 美國的撕裂 有可能跟香港也差不多 美國到底是不是要分裂呢 根據這個 今天俄羅斯RT的報導 說在 當地時間 10月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國興 辣慶慶 10月1日公佈了一個針對著美國人最新的民調 的結果 這個民調的結果就說美國現在當前的現實就是 他們 贊成這個民主黨 或者是這個共和黨 他們所屬的 控制的州份 脫離聯邦政府 大家 獨自成立國治的國家 這個調查內容 當中發現有52%的特朗普支持者認為這個答案是正確 其中25%的人 覺得強烈贊成 而 大概41%的拜登支持者 都贊成這個說法 即是換句話說 不是特朗普要分裂這個國家 實際上 拜登 拜登政府的支持者都支持 美國可能到最終 就是要分開 當中 拜登的支持者陣營裏面有18% 就是強烈贊同 這種觀點 根據這個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就說這個民調 就是由美國的 維珍尼亞大學政治研究中心的機構進行 目的 就是要調查 其實不用調查也知道 不過用數據化 學者就喜歡要數據 其實不用數據 你也知道 美國的社會那個撕裂有多嚴重 原因很簡單 因為整個 總統的寶座都是偷回來的 整件事 讓全美國的人民看到那個不公義發生 有甚麼可能會不撕裂 實際上 他們面對的 那種不公義其實跟香港是有得廢的 所以你真心問我 雖然我們說不靠美國 但是如果 到最終美國會分裂成為兩個國家 其實你真的問我 我也不覺得是一件壞事 因為現在的美國 已經是不可能變回正常了 這班白人 左膠 在拜登政府控制之下 加上深層政府 還有科網巨企 這樣會令到整個世界好像被控制了 與其全世界 被他們用這樣的方式控制了 其實你問我 我寧願 美國就是分裂開 雖然 這個超級強國分裂 可能 一時三刻就會益了 那些壞人 包括俄羅斯和中國 但是長遠來說 長遠來說 只會是好事 情況也好像香港那樣 也不可能叫我們 跟這班人渣藍絲 還有 香港那班支持警察和支持政府的禽獸 言歸於好 這是沒有可能的事 對美國人來說也是一樣 基本上 跟他們 都是血海深仇 因為當中真的是有人命在裏面 報導說這個民調訪問了1001個特朗普支持者 也訪問了 1011個拜登的支持者 對他們提出了300個問題提問 然後 得出來的結果 令到美國的媒體 感覺到很震驚 報道那裏也說有關 來自對手黨派的民選官員對美國民主構成明顯現實威脅 互相 認為對方 在威脅美國的民主 當中 84%的特朗普支持者表示贊成 換句話說對方 認為拜登政府 拜登民主黨這邊正在威脅美國的民主 當中57%的人強烈贊成 另一方面 拜登的支持者 80%也支持這個觀點 當中 51%的人 強烈贊成 換句話說兩邊的對壘 兩邊的撕裂 已經是去到 無法挽回了 其實 甚至乎美國現在的那個撕裂比起我們香港在2014年 佔中發生之後的那個撕裂 還要嚴重很多 那麼他就介乎應該輕輕 介乎比起時代革命 2019年的那種分裂 稍為是 低 少少而已 香港就不用說了 香港已經 大家很清楚 我們要修復 這個屬於我們的地方 換句話說他們已經是徹底底的敵人 大家只能夠用不共帶天來形容港共政府 這個 我很相信 尤其是十一的遊行 出來見到 很多 相同理念的人 其實我們清楚知道 這個意志 是很強的 大家可能因為香港的朋友 因為 國安法以及因為種種白色恐懼迫害 不能夠發出這個敲聲 不能夠把他們的呼喚叫出來 但是實際上 這個想法就潛藏在大家的心裏 所以我們要光復這條路 是一定要走下去 所以我們昨天也跟大家說 你要決定走甚麼路 走甚麼路就反映你是甚麼人 跟我們有相同進路的人 其實是有很多 所以我們一點也不孤單 有很多人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裏 當然不會有人跟他同行 可能他根本也不知道 在原地踏步 迷路 甚至乎 走向滅亡 那些垃圾不用說了 真的可以用垃圾形容的 因為他們做的事 就是 做回藍絲會做的事 甚至乎鼓吹香港人放棄 叫他們繼續做盡藍絲做的事 這些 真是 沒有得原諒的 如果詳細看看美國的情況 大家就會發現 其實美國已經到了那個矛盾 是互不相讓的 到了最終是不是會有機會真的分裂 當然分裂就會使得 世界警察好像一時之間就會在 全球的平衡 會出了很大問題 但是 這個未嘗不是一個良好的變化 我相信全世界也沒有人 想繼續被這些科網巨棋 控制了 更加不想我們所有人的命運控制在這個深層政府手上 所以我們可能有機會見證著第二個歷史發生 我們有機會見證美國 可能 真的有機會分裂 不過現在這個 就是 一個趨勢 只能夠說是一個趨勢 什麼時候會真正發生呢 暫時也不知道 暫時也不像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 揭露到這裏 也分析到這裏 請大家做好支持六部曲的工作 我們今節說到這裏 拜拜